视频中 诉说着自己种种委屈的女人名叫吴丽 吴丽告诉调解员 如今儿女事业有成 个个开豪车住别墅 却把她一个人扔在了这间破旧的出租房里 不闻不问 从几个月前起 连她的生活费都不给了 如今自己身无分文 连饭都吃不饱 儿女却视而不见 吴丽悲愤的说 儿子是电器城的大老板 车子房子样样不缺 女儿是当地的名校教师 事业家庭双丰收 按理说 儿女们是她的骄傲 本该让她安享晚年 可如今 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呢 在无力的引导下 调解员终于见到了她的女儿王文问 可王文问却对母亲的到访十分不满 王文问对调解员说 母亲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这些年他们已经进了校的 而且还说 停止给母亲生活费是有原因的 那么 女儿嘴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王文问说 半年前 他就一口气给了母亲十几万 当作一年的生活费 可谁知 母亲竟然挥霍无度 常常光顾高档场所 一件衣服就花了四千多 为了让众人信服 王文问还拿出了转账记录 而现在 王文问也不信 母亲几个月就花光了十几万 断言母亲一定还有钱 只是故意装可怜 想要骗他们多给钱而已 无力听后 坚决否认自己还有钱 不管怎样都要女儿再拿钱出来 可十几万不到半年就花完了 无力这个花甲之年的老人为何如此败家呢 眼看女儿不肯再给钱 无力突然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 从现在开始 你就把我的抚养钱拿起来 牛子你不赏养我 你就把我养育你十八年多打准去 我们从来没有赏养他 你现在赏养我 你钱呢 钱在哪里呢 无力说 如果女儿再不给钱 他就要和女儿断绝关系 还要女儿赔偿他十八年的抚养费 听到岳母这样绝情 一旁的女婿忍无可忍 他指责岳母现在住的地方都是他们和大舅子出的钱 水电费也是他们在付 岳母这样做简直就是不知好歹 女儿王文文气得转身回了房间 不想再和母亲说话 调解员也无计可施 只好带着老人去找自己的儿子 那么 儿子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无力带着调解员 终于找到了大儿子王国健 可话音未落 无力就开口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话 无力说 他要和儿子断绝母子亲情 还要儿子给他一百万的赡养费 不给就是不孝 儿子王国健听后既气愤又无奈 王国健说 他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吃穿不愁 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 母亲从来没有帮过自己 自从有了钱 他就没少给母亲生活费 每逢佳节更是给母亲大把的钱 如果要断绝母子亲情 要清算账 那这些钱又该怎么算 王国健认为 母亲要他拿出一百万买断关系 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就在这时 无力又开始数落自己的功劳 无力说 这些年他也不是吃白饭的 他一直在家帮儿子带孙子 还给一家人洗衣服做饭 尽管母亲说的天花乱坠 儿子王国健却不为所动 他直言自己拿不出一百万 他可以给母亲管饭 母亲要买东西就跟他说一声 可无力不满意这样的安排 他说路太远 跑来跑去太麻烦 不如给钱来的实在 王国健立马表示 自己可以开车接送母亲 可无力还是不答应 看着母亲固执不已 王国健气得咬牙切齿 随后爆出了母亲以前做过的恶事 王国健说 母亲曾经为了要钱 身披大字报闯进他的公司 当着所有人的面 咒他全家不得好死 还把屎尿泼到他的店里 故意破坏他的生意 王国健说着说着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可无力却不以为然 他说他做这些都是有理由的 无力解释道 自己咒骂儿子全家活不过三十岁 并把屎尿泼到儿子店面都是儿子逼的 因为当时他穷困潦倒时 儿子却不闻不问 甚至不理他 他也是被逼无奈才这样做 王国健听后不屑一顾 他说半年前 他和妹妹给了母亲十几万当作一年的赡养费 可没过多久 母亲就说钱用完了 又回来找他要钱 他表示自己又不是摇钱术 谁能满足这个无底洞的母亲呢 王国健说完 就把调解员拉到一边 而提到母亲 再想起过去 妹妹王文文哭得气不成声 王文文说 他当年高考失利 心灵受到了重创 可母亲不但不安慰他 还对他恶言相向 说他是个赔本的货 不允许他复读 还经常对他吼叫咆哮 在母亲的压迫下 王文文变得自卑畏缩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为了摆脱这个地狱班的家 王文文拼命地学习 终于考进了师范大学 而提到母亲 王国健也有满腹的苦水 他因为学习不好 早早地出社会打听 可在他创业最困难的时候 母亲不但不支持他 还对他嘲笑讥讽 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只是在白费力气 兄妹俩对母亲都怀着深深的恨意 而说到妻子无力 丈夫王黎的牢骚更是数不胜数 王黎说 他只是个普通的建筑工人 没有什么能力 可妻子嫁给他后 就一直居高篱下 天天说他是金凤凰落在了猪圈里 在家里 无力是说一不二 只要有一点不顺心 妻子就大发雷霆 闹得鸡犬不宁 一家人为了家庭的和睦 一直忍气吞声 可如今 无力的晚年问题却成了难题 面对儿女和丈夫的反对 无力却固执己见 她说 自己从小就是个富家千金 没受过一点苦 可嫁给丈夫后却遭了不少罪 可即便如此 她也没抛弃他们 辛苦把两个孩子养大 如今被他们抛弃 自己实在心寒 故事最后 为了化解冲突 调解员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经过一番沟通 双方都做出了妥协 无力要求儿女每人每月给她两千赡养费 而儿女也都答应了 故事的结局看似美好 但我们也要思考 作为父母 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子女的辛苦 是否真的站在了子女的立场 又是否真的用了正确的方式表达了我们的爱 那么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